你们注意来看我出的装备 没有出回响 直接大叔加双穿 然后来看对面成咬金的出装 抵抗斜加不死鸟 然后这一步它几乎是一个满血的状态 你们觉得我可以秒掉它吗 这就是我最新发现的出装 如果大家觉得好用的话 那就去用 这把就用这个出装给大家绣一把 这里我们去敌方蓝区刷蓝 然后点尾过来 我们就先吹起来 拉开之后再用一技能甩给它 等它摸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技能cd也好了 直接一二技能把这个点尾打掉 然后一技能打赤甲加速 然后赶紧回中走 这里拉三只 注意看流扇 它是半血 它这个血量 我们这套装备是可以直接秒的 这里马可过来了 它肯定会吐我们 所以我们直接闪现去打后面的江子牙 江子牙金身一点 我们二技能吹起来 然后一扇子给它打掉 这里一技能先打冰 然后注意看小地图 马可过来了 一技能朝着它的位置去扔 然后立马点金身 然后秒换一个复活甲 这一波的话 配合流扇的控制 直接把这个马可给打掉 把马可打掉之后 承咬金又来了 不过这里问题不大 我们还有支配者 支配者用了之后 直接秒换一个明刀 一技能甩出去之后 二技能吹起来 然后拉开 然后再甩一技能 不然它能第一时间摸得到我们 这里明刀触发 就只能和对面的承咬金 进行一换一了 到了后面 鞋子换金身之后 我们自身的移速就没有很高了 所以一定要利用好被动的加速效果 这里打兵之后 我们先假装往回拉 然后再打这个野怪加速 这样我们就一直处于被动的加速效果 看好对面两个人的位置 果断闪现上去吹起来 直接秒掉 伤害非常的爆炸 但可惜的是 我好像浪费了一个精神 这里状态不好 我们就找野怪回血 但是这个流扇看到我 居然直接闪现上来开我 但还好还有复活甲在 一个大招把它的血量压成半血 然后二技能吹起来 这一波给它大招打掉复活甲 不过问题不大 我们再换一个支配者 二技能吹起来 一技能反方向人 然后再换一个明刀 这一波我换了这么多装备 才勉勉强强打掉对面的流扇 这下玩什么英雄好上分 大家应该心里也都有数了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